這個就是說,要抓這些加班時數業績總數,還有這些天數的總計 我們看到第五個,他又講說 建立部門代號姓名關聯 就以那個EMPL OYE姓名男位 然後再分別以89加班休假跟業績的姓名男位建立關聯 然後更改關聯那個姓的屬性 就是在EMPL OYE這裡面 連至89加班總計的關聯線 線上點兩個選項,確定這個關聯會變成縮小建築 就是 這個,就是什麼89什麼 加班對不對,這個加班 它們點兩下,它就會有關聯 就是包括來自這個加班總計這一個 有沒有 就是B,它寫在欄位的B上面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按確定 那 這個是所謂的它的一個比較主關聯性的,主關節 你要看一下它的姓名,姓名都對 就是這兩個,它的,來自這兩個相等的加班總計兩位 然後翻過來看到,我們就可以 就是參照,那個步驟六更改 它的休假設計的連接屬性 也是第二個選項 也是第二個選項 就是確定之後呢,一樣 再來就是什麼 休假 休假 這個休假 你兩下,一樣 選擇 然後就確定 那其實休假,三個都有了 三個都有 這三個的箭頭都會變什麼 比較大有沒有 原來是小的箭頭就變成這樣大 所以說它有一個說明說 這個本查詢是做關聯時要以資料表EMPL 這個來做為主 才會取出公司所有EMPL資料 不會有遺漏 然後第八個就是取出所需的欄位 就是依 不建議參考的答案,取出前五項分為 部門名稱 姓名 現任執政 目前業行之 還有休假 連輸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二字十三頁 你會看到說 它有取到的那些 有所謂的部門名稱 姓名 現任執政 還有目前月薪 宿舊提出這些 有沒有 這裡面 我們所要建立的關聯就是只有部門 姓名 要注意的是什麼 我們是部門名稱 這一個是DEPT的部門名稱 點兩下 接下來就是所謂的姓名 是EM EM 這幾個的姓名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現任職稱 對不對 再來什麼 目前的月薪資 這個如果有多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比較多 目前的月薪資 然後再來就是 年假天宿 年假天宿 再來就是什麼 天宿之總計 天宿之總計 這個天宿之總計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加班時宿之總計 然後最後一個是什麼 業績總計 對不對 然後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 要注意的是要設定 就是 排序 第九個 第九個 這八個就是這些 這些欄位 舉出來這些欄位 然後再來就是說 第九個就是排序 就是這一個 部門的排序 一樣是用所謂的 地針 然後第十個 就可以怎麼樣 執行 那 按執行 有97個資料 97筆資料才對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 儲存 它叫做什麼 總表 它就是總表 然後就按確定 然後就會有一個總表 那 這一個 這個做法 就是 那個接下來就是什麼 結果發布的外部資料 就很簡單 這個總表 總表之後呢 就是外部資料 然後就是 匯出 有沒有 匯出成什麼 e sale 然後呢 它是 e sale 然後呢 會放到什麼地方 它這邊是 我們就在找 最好是放在我們的 低潮的 因為我們 在低潮有建立一個 叫做提主二 提主二 e sale 總表e sale 就怎麼樣 確定 儲存 然後就 確定 然後就 關閉 在我們的 體主二 就會有一個總表 或者 這個 那 大概就是這樣子 的